一年十万 我什么物赖 我告诉你 我这个什么物赖 就是每个月我要存八千 我还要给家里交三千的就是一万一 光吃饭 现在基本上每个月就是三千块钱 可能再往上加个三千一万七 看你在上海有没有房子 白套房一个月环贷一万左右 你挣个两万 吃喝拉沙节省一点 但是如果说你有房贷 那就没底了 百万年薪可能都不够 在上海生活 一年储够十万元的话 要挣多少钱 今天我们问问路人的想法 想问一下你 你是什么行业的 证券行业 诶 证券行业 你觉得如果在上海 一年要存十万块的话 那么月薪税后多少钱 一年到手至少要三十万吧 那还得分有没有孩子 有没有房贷 那如果有房贷呢 四十万 四五十万吧 有孩子呢 节约一点也四五十万 那又有孩子又有房贷呢 那得六十万 那就是六十万 对 家庭收入还是每个人的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在除以二不是还是一个人三十万 三十万对对对 一个人三十万 证券行业最近还好吗 不太好 我们都降薪了呀 你们还降薪啊 网上不是很多的吗 降薪了 降薪幅度大吗 百分之四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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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腰砍断啊 对的 我本来是银行业的 然后我跳槽到这群行业 你跳槽了以后才 降薪了 超级我的痛处了 想问一下哪有两年了 在快销美妆做 我一年要是什么时候 我喜欢了 我喜欢了 巨款 我得了 我什么物赖 我关于谁 我做什么物赖 一年十万 那就是每个月我要存 八千 我还要给家里交三千的 就是一万一 一万一 一万一 然后我光吃饭 现在基本上每个月 就是三千块钱 可能再往上加个三千 一万七 一万七 一万七两万 我不知道 两万 我不知道 一万七到两万 对吧 想问一下你是什么行业的 要要起的 你觉得如果在上海一年 要存下十万块的话 那么每个月税后 大概要赚多少 二十以上 二十三十会比较有希望 二十三十 这是年薪 对吧 到手 每个月税后均下来的话 到手一万 一万五两万这样 如果你是本地人 就是不租房的情况 可能二十我觉得就能达到 如果你是租房的话 一半的要交房费 我可能觉得三十会更保险一点 有这个存款 对 更保险一点 对 想问一下你是什么行业的 不搭景气 房地产行业 商业地产 商业地产 你觉得如果在上海一年 如果要存到十万块钱的话 那么月薪税后大概要多少 大头是房贷 就比如说你如果没有房贷 那我觉得你年薪在 五十万可能你也能存 但是如果说你有房贷 那就没底了 百万年薪可能都不够 百万年薪存不下十万 房贷 吃光用光 房贷太厉害了 对 各位是什么行业的 IT行业 如果在上海一年要存下十万块的话 那月薪大概税后多少可以的 应该要两万吧 两万块 到手 到手 存十万 嗯 那确实那差不多 那差不多 差不多 OK 就是一个月两万块 两万对要把它寄出 到手 对 看你在上海有没有房子 百套房一个月还贷一万左右 你挣个两万 吃喝拉撒节省一点 您是什么行业的 外销 如果说在上海生活 每年要存下十万块钱的话 你觉得月薪税后大概要多少 四万 因为我算了下 我现在每个月花多少钱 然后我觉得一年存十万的话 可能四万块钱一样 四乘以十二 那就是四十八 算五十多吧 我觉得算了十万 你要给花四十万 因为我要交房租 所以只会要贵 对 您这个房租大概是住在哪里 龙华中路 龙华中路 哦 徐慧 想问一下你是在什么行业的 哦 IT吧 觉得如果在上海生活的话 一年要有十万块的存款 那么每个月税后大概赚多少 可以达到 三十吧 三十 或者是住哪吧 如果住近安四五千 或者住这个卡路界的附近的话 房租挺高的 房租挺高的 想问一下您是什么行业的 美妆 要存到十万的话 至少月薪税前的话是要再两万 税前两万 那这是税后大概是一万五左右 对 目前我的个人开销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我跟父母住在一起 想问一下你是什么行业的 奢侈品行业 等一下 稍等我要把油铺 这有拆到的油铺 你干嘛 想问一下 你觉得在上海 如果一年要存到十万块的话 大概 月薪税后在多少 税后的话两万五左右可以存 因为其实一个人的话 他资本上的自己的开支的话 如果稍微节约一点的话 可能是一万多块钱就够了 再刨掉旅游的费用的话 差不多是可以存下来 觉得这仅限就是没有小孩的情况 就如果你已经有孩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 基本上你是存不下来钱 可能还要从小金库倒贴一下的 有孩子倒贴 那您现在有孩子了吗 爱有了 现在是就很难存下来 对 比较难存 小孩是很花钱 但是我觉得小孩的话 一定程度上会给你带来 很多新的一些愉悦体验 但是我还是蛮尊重 现在丁克的人群 我觉得自己美丽挺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关注收藏 大家都实习过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实习的 实习工资又是多少 下一期我们问问正在实习的朋友们 工资大概是多少 实习工资 就是反正都挺廉价的 快要转正的时候 老板买给辞了 就很恶心 资本价很恶心 很恶心 曝光他 那个老板叫什么 不能说 说了我要没了 实习工资是多少 令人喜悦的灵 我是用爱发电 想问一下你是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新闻与传播的 实习工资多少可以透露吗 就是一个小时24 一天大概就是150到180 市场均价 点个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